华鼎奖 孝战或最佳新锐演员 杨子霍当代题材最佳女演员 李线王一博习败 今天 华鼎奖奖项揭晓 其中最佳新锐演员奖 竞争激烈 入围名单有孝战 李线 易杨千玺 王一博 曾顺熙 这几个明星都是炙热流量明星 所以大家格外关注 最后会花落谁家 虽然后选人中王一博 李线也很不错 但不可否认 孝战的魏无羡从人物性格还是角色类型 都更丰富一些 也更讨喜 受众面更广 所以 王一博 李线惜败 不是输在演技 而是人物角色比较单一上 同时恭喜孝战 喜事连连 获得尖叫之夜年度飞跃人气演员 最美表演TOP时阵容 最艳潜力艺人 COSIMO年度传承榜样人物 银川互联网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金塔奖大学生喜爱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奖 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盛典年度电视剧男演员奖 今年真是大丰收的一年 可惜的是 孝战与杨子都没有出席华顶奖 也没有合体 不过华顶奖还是给予了他们肯定 真是恭喜他们了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再给人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